2008年,37岁的黎兹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 第一是在最当红的时候退出娱乐圈 第二是结束单身生活与52岁的男友结婚 那年的10月,黎兹在某电视剧首映里上 喊泪宣布了第一个决定 而当媒体追问黎兹是否会嫁人时 有心保护恋情的他,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外界对此信以为真 只当黎兹是因为要照顾车祸受伤的弟弟 才不得不暂停自己的事业 当时还有一些人断言,黎兹不出两年就会付出 可事实上,就在短短三个月后 媒体就告出了黎兹与男友低调结婚的消息 他的新婚丈夫马亭强是位五十几岁的富商 因为腿有残疾,被称为二代博豪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 高颜值女星嫁给富商 无非就是冲着她的财富 但其实黎兹早就在采访中透露过 想做我的另一半,光有钱可不行 那么黎兹选马亭强的理由是什么 他的选服标准又从何而来 这一切还是要从他那大起大落的绅士说起 李兹出生于香港一个电影世家 他的爷爷黎明卫被称为中国纪录片之父 黎明卫有颜杉杉,林楚楚两位妻子 他们都是电影演员 李兹的奶奶林楚楚曾多次与软玲玉合作拍片 在当年也是很有名气的女星 看到李兹的出身 有些人或许会觉得她能进入演艺圈 应该是借了家中长辈的光 可事实上,她能够成为演员,完全是为了生存 李兹十岁之前,一直生活在李家200多平方的大宅里 那个时候奶奶林楚楚很喜欢这个漂亮 拐巧的小孙女,经常把她带在身边 1979年,75岁的林楚楚因病过世 家业开始凋零 李兹的几位叔伯姑姑也从此分了家 李兹一家也不得不搬出了大宅 住到了平民窟一样的简陋房子里 为了养家糊口,李兹的母亲去坐了火车司机 她的父亲因为德国脑膜炎 听力只剩下二、三成 所以只能做些简单的工作 小小年纪的李兹心疼父母和弟弟 很早就开始办公半读补贴家用 或许老天也心疼这个小姑娘 所以为她送来了一位伯乐 1985年,14岁的李兹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 末天,她去一家健身会馆找在那里打杂的父亲 恰巧遇到了正在健身的歌手许冠杰 尽管许冠杰在娱乐圈见过了无数美女 但在看到李兹的那一刻 她还是感觉到眼前一亮 她转身把李兹印鉴给了黄百明 黄百明又把李兹带到了电影《开心鬼放暑假》的片场 起初,李兹只是一位临时演员 每天拿着300块的酬劳 有一天,一位摄影师突然对黄百明说 在群演里有位小妹妹显得特别出众 爱才的黄百明当即签下了李兹 而李兹认为自己在学业上不如弟弟优秀 所以不如干脆放弃读书专心做演员赚钱 一家人供弟弟上学会轻松些 那些年,李兹像是个蜗牛一样一步步往上爬 而走红带给她的不光是名利 还有外界全方位的关注 那些年,李兹的感情状态几乎是透明的 她身边围绕着什么样的男人 媒体比她自己还清楚 而在吸引前,李兹也大方回应了那些关于她感情的报道 李兹入行后的第一段恋情发生在16岁左右 俘获她房心的男人是漫画家黄玉郎 黄玉郎比李兹大21岁曾有过一段婚姻 她与李兹经朋友介绍相识后很快坠入爱河 据说当时黄玉郎为了红女友开心 曾为李兹大四操办17岁豪华生日宴 还曾把女友的名字用到了漫画新作里 不过这段感情虽然也非常甜蜜 却只维持了短短三年 1991年,黄玉郎因为生意出现问题而失踪了 两个星期后,李兹接到了黄玉郎打来的分手电话 分手的理由是她要和前妻复合 后来她便因为公司账目问题 被判入狱服兴两年 李兹自曝称,分手时她曾哭着挽回 但对方不为所动,这段感情让她受到很大的心理创伤 因为她再次受到伤害 所以面对负伤许靖亨的追求 她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一段时间后,李兹才又交往了两人男友 但也都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了 在某次节目中,主持人追问李兹心意的异性是哪一种类型 李兹当即回答说 我比较喜欢安全型 那种对家庭很好的人也会是一个好老公 看得出来,李兹虽然非常独立 14岁就出来工作赚钱养家 但她内心也是希望有一个可靠的人 能够与自己同舟共济的 童年那段大起大落的生活 和几段匆匆结束的恋情 早已让她看透了人性 她知道选一个有责任感 能靠得住的人做伴侣 未来的路会好走很多 2003年 李兹惊人介绍认识了马亭强 两人渐渐成为了朋友 那一年,因为媒体拍到了他们同游伦敦的照片 外界猜测李兹和马亭强已经开始了恋爱 不过当时李兹却否定了这种猜测 称去英国世卫弟弟李英伴李入学 在之后的几年,李兹和马亭强的绯闻时常传出 她的人气也随着金之玉孽的播出开始攀升 2007年,李兹正在拍摄新剧珠光宝器 一通电话打来告诉她,李英出了车祸 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往医院抢救 这个消息让李兹震惊不已 要知道她与李英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非常深厚 在赶往医院的路上 李兹告诉自己要冷静下来 因为父母已经年迈 自己必须要扛起这个担子 那次车祸之后,李英虽然被抢救了回来 但伤势还是很严重 她的脑干中央被切了一半 医生甚至说过,她可能会失去语言功能 以后就算能下床,也只能靠轮椅活动 为了更好的照顾弟弟 李兹删减了很多新剧珠光宝器的戏份 而在李兹最难的这段时光里 马亭强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虽然马亭强腿脚不方便 平时不是做轮椅就是拄着拐杖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为李兹提供人脉 忙前忙后,做他最坚实的后盾 看到李兹一边照顾弟弟,一边拍戏 一边还要料理李英的生意 马亭强对他更加恋爱 他对李兹说 如果太辛苦就不要做了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可以想象到,一个忙碌到紧疲力尽的人 听到一句这样的承诺 心中会是多么的温暖 2008年,李兹决定退出演艺圈 帮李英把他的事业做下去 一个拍了20年戏的演员 突然之间要改行去做生意 可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但李兹还是咬着牙接受了挑战 他每天看合同,熟悉业务到三更半夜 很多时候都感到输手无策 马亭强心疼李兹这么拼 总会适时帮他出出主意 而他一直以来的默默守护 也让李兹越来越依赖这个男人 他曾在采访中说 无论是珠宝还是豪宅 都不如一个可靠的肩膀 2009年1月 两人的婚讯传了出来 有人说李兹这是为了钱 也有人说他这是为了报恩 其实他不过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拍摄珠光宝器时,李兹已经36岁了 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说 这是个比较尴尬的年纪 就算是他不退出娱乐圈 之后能不能被利捧 还是个未知数 好巧不巧,这个时候李英出了车祸 这虽然是件坏事情 但却因此让李兹看到了一个男人的真心 他在官宣婚事的时候说 我找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事实证明,李兹选丈夫的眼光算是不错 结婚两年之后 他生下了双胞胎女儿 2012年 他又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虽然嫁了个富商老公 还成了三个可爱女儿的妈妈 可李兹并不满足于做个豪门太太 他依旧用心照看着弟弟留下来的公司 在2019年 李英的皮肤护理中心 已经被李兹经营成了上市医美公司 而在这些年里 他也一直在全心全力照顾李英 据说李兹请了三位保姆 24小时照顾着李英 马亭强更是早早拿出几千万成立基金 只为李英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 也正是因为姐姐 姐夫不计钱财 尽力的付出 李英的状态才能越来越好 不得不说 马亭强在爱屋及乌这方面做的确实很好 这也恰恰是李兹需要的安全感 李兹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马亭强送她的各种花 在一些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 她还会晒出夫妻俩的甜蜜合照 并写上一段十分感性的文字 2022年 李兹在网上搞调表白丈夫称 感情好似栽种植物 13年的婚姻不算长也不算短 谢谢你愿意和我一起悉心栽培 谢谢你给了我13年的开心与幸福 在这段文字之下 李兹还发布了一张与丈夫的合照 近日李兹刚刚度过了51岁的生日 虽然她前不久做运动时 弄伤的膝盖还没有完全恢复 但在亲友的陪伴下 李兹还是庆祝了一番又一番 不得不承认 她如今幸福的模样实在是得来不易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曲纹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